巴哈的布雷舞曲 那這個是曲子大提琴舞伴奏 本來是C大調的作品 直接把它變成小提琴 同樣的指法來拿出來變成G大調 那布雷舞曲是一個有弱起拍二拍子的舞曲 雖然你看到樂譜的譜號是四四拍 可是其實巴哈的原來的寫是二二拍 所以他跳舞就是 一有二 那剛開始練習的時候 那個和弦在這個曲子當中 你沒有拉沒有關係 先把旋律的音先找到跟節奏找到 那老師是建議大概從中上半弓開始 然後先找好你的手心 好 那這個一開始的這個動機呢 他就告訴你音樂的句子 他是在一個有弱起拍的概念 所以如果我們用四四拍來想 他是第四拍開始 然後你會發現說 欸 曲子的那個結束的中止的點 他剛好是在一個小節的第三拍 好 這是前半句 到第三拍 然後後半句 然後接下來下一半句 一樣第四拍開始 結束的音一樣是在第三拍 這是音樂的結構 然後今天有講過就是說 這個 這個 這一串的音啊 他的重複音就是這個 Fa Sol Fa Sol Fa Sol 所以重複音我們自動會把它 在聽覺上面 會把它當成是另外一個東西 所以聽到的旋律其實是這一個 Mi Re Do 好 再聽一次 好 同樣的東西其實在曲子的那個 第一步雷舞曲的最後面 他要結束到回到G大調的部分 他也有出現這個地方 很類似的東西 那剛才忘了跟大家解釋 就是說這個曲子從G大調開始 可是他其實在第一個反覆的記號 就為了一個變化音式 升兜 變成兩個聲器要升發兜 所以就變成是我們所謂的 E大調 然後最後第二段就會轉回到G大調 接下來 布雷舞曲二 他會直接變成是 同樣是So開始的平行小調 G小調 好 調號兩個這樣就要這樣洗 M 好 老師剛才拉的是一個 G小調的音階跟帕音 好 然後是第二個布雷舞曲 來一下給大家聽音障 B 一樣 反覆記號結束 他結束在什麼音 降C 這裡聽起來比較像降B大調 也就是它是G小調的關係 然後接下來反覆記號後 轉到小調的感覺 轉到小調的感覺 他帶著我們到第一小調 可是接下來呢 威到 回到的G小調 這個是曲子本身的調性 那現在老師完整的演奏一次 那加上那個和弦你們也不要覺得太難 它其實就是空弦 3 3 3 4 4 然後三個一起 4 4 這些和弦其實並不會很困難 OK